G1235的右翼2号发动机出现机械故障 但飞行的机组却手动关闭正常的1号发动机 导致飞机的两具发动机都没有作用 因此究竟是谁关的 为何而关将会是接下来的调查重点 根据记录飞机起飞之后 2号的发动机确实有动力异常 但同一时间1号发动机是正常运作 不过之后就听到机师讨论要收掉1号发动机 而且在同一时间飞行记录 也记录到1号发动机的油门开始收回 之后飞机也开始失速下坠 不过飞安会表示目前还不能断定失事的原因 预计要4个月之后才会公布报告 机师廖建宗的父亲则是表示尊重专业 现在以办好儿子的后事为主 不信航空G1235班机坠毁 飞安会公布初步资料 证实两具发动机在起飞后两分钟内 均告失效 10点51分13秒许可起飞后 10点52分33秒飞机当时还可以接获塔台联系 但就在联系后仅5秒 10点52分38秒右边2号发动机出现主要警告 才起飞这处状况 不排除地勤检查是否出现属实 10点52分38秒出现主要警告后 10点52分42秒 短短的4秒间驾驶收回1号发动机油门 接着到53分24秒确定关掉1号发动机 但发现有一时 在54分20秒要重启1号发动机 却已失去动能 疑似判断错误 花了56秒关掉正常的1号发动机 2号发动机也失去动能 不排除为判断错误 11分12秒的时候 塔台许可这架飞机 52分38秒的时候 主要警告就声响 就是飞机有一些异常的状况 然后43秒的时候 主员提及说收回1号发动机的油门 时速警告一共出现5次 分别为1600尺的18秒 700尺的4秒 500尺的4秒与8秒 以及300尺的10秒 而这5次警告 究竟机上机师如何判断 驾驶员说2号发动机有问题 那这个都是按照正常系统的 那我们就姑且不要去论说 2号发动机到底最后怎么样了 但是它对驾驶员来讲 它是一个flame out 短短的1分6秒 1号2号引擎一桶失效 成为坠落的主要原因 但事前检查 异货机师机上判断到底为何 还有待非安会继续调